全红蚕啊全红蚕 你得找LV拿广告费啊 以后谁要再说我们全红蚕土 没有时尚品位 代表我就把这个新闻甩到他的眼上去 啊就这个 现在呢LV官网售价7400块钱 怎么还有人说全红蚕土呢 嗯我知道你们还把眼光停留在当年这个女装上面啊 我说过这个是经济人的锅啊 好吧这个经济人是 也没法说了啊 要不咱试一试另外一个赛道 咱别的不敢吹牛啊 小乌龟赛道就问有没有对手 LV的来了一样 嗯你不用怀疑全红蚕的带货能力 至于有人担心这个小乌龟不发光啊 全红蚕不喜欢啊 别闹啊 发个光多难的事啊 对吧 LV分分钟给你加上去 要太阳能的 还是LED的 或者是见面散的 合适吗 那可太合适了啊 因为LV现在头都是大的 中国区的销量大姐 他们可太需要在中国市场找销量了 而且吧 LV集团本身这几年也开始换路子了 啥路子呀 原来呢 他更多的局限在食尚圈啊 还有演员圈里面去找大牌 现在呢 他可叫在体育圈里找代言了 两年前就刷过一次屏了 很多人可能还记得 C罗和梅西一起下国际象棋的照片 可能呢 是吃着了 好处了 觉得哎呀 这个是靠谱 他们这几年呢 开始不断的在体育界找合作的人 像国内最典型的就是 古艾琳和苏一鸣啊 可能和大家想的不一样啊 其实苏一鸣才是LV在中国签的第一个运动员 比古艾琳还要早一年 当然了 肯定还有有人说某某某也是代言了 这个要看官宣的东西啊 不要看所谓营销号带的节奏 好吧 这里多说举计啊 其实LV的代言体系挺复杂的啊 首先就是成为最之前的 当然是代言了啊 比如说像刘亦菲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以神仙姐姐这个颜值和商业价值 完全没毛病 再接下来呢就是品牌大使了 像苏一鸣呢就属于这个级别 和代言人最大的区别的就是钱少了啊 能参加的活动和代言的产品也相对较少 这接着呢再就是品牌自由 很多时候甚至没有代言费 比如说像青海一样 这个呢双方可能是短期个别的产品 然后拍个广告啊 或者说视频之类的 给点好处费 但是未来呢 很可能在网上面升级成为品牌大使 比如当年的朱一龙就是这样 一步一步从品牌自由变成了品牌大使 然后最后成为了代言人 有些人可能知道啊 这一届奥运会呢 其实青海洋在外网挺火的 只是青海洋 这是没有拿到个人单向的金牌 相当的可惜了 接下来呢就是属于叫做合作伙伴了 属于进入了LV的考察名单 官方呢不会给一个正式的称呼 比如说像吴燕妮啊 拍过一些照片 除了这些不同的称呼呢 再就是区域上的代言了 当然最好呢就是全球代言 然后再就是亚太地区中国 这里呢还有产品线的区别 有些人呢只是代言珠宝 有些人呢只是给他们的成衣 或者包包啦拍些照片 最牛的当然就是那种全线代言 什么广告都可以拍 资源给住 钱也可以住 现在那种代言等级打满的明星在全球LV集团呢 一共是有13个啊 看看名单中国还挺多的啊 有刘亦菲啊 朱亦龙啊 王嘉尔三个人 不过还不是代言最多的国家 你们猜哪个国家的代言人是最多的啊 国外的代言人 中国人比较熟的 应该就是这一位了是吧 嗯好吧我知道说到这里你要说了 苏黎呀你怎么这么八卦呀 我这是八卦吗啊 很明显我不是考虑到全红杉长妹原来没有代言过这些帮他提前去做功课吗 再说了这也属于世界最大的奢侈品集团的营销支出现 对吧嗯属于财报类的 没毛病财经体系不是八卦系啊 好这下就清楚了 我们全红杉比较合适呢 就先做一个亚太区的品牌大师啊 基本呢和苏一鸣一个级别吧 然后呢咱也别整啥走秀活动啊 party啊七七八八的 就夸夸的给他们家代言各种小乌龟类型的产品啊 那就好了嘛是吧 嗯最后还说个有意思的事 去年LV呢找到中国的年轻球员踢足球的啊 拍了一个广告 也就是赌他哎在这两年能踢出来 有认识的吗 嗯哼 现在在国外踢球非主流联赛 用中国球迷的话说那是帅那是真帅呀 但是菜那也是真菜啊 菜指的是踢球的水平 这个呢就是前中国男足国脚李明的儿子了啊 最后呢大家可别说什么跳水不是主流运动 LV不会考虑别闹了啊 他们去年签了两位运动员 一个呢是体操的梅拉尼 一个呢是基建的恩佐 时代变了 即使小众运动也可以产生超级巨星了 对吧 嗯坐等全红场的下一个合同 好了都看到这里了 来用你们发财的小手点点赞吧 如果你也喜欢这种八卦 啊不严谨的财经内容可以来报关注 我们换个角度看世界 我们换个角度看世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